作为马来西亚其中一个疫苗接种中心 吉隆坡靖兹堂迎来首批684位民众 除了医疗团队 自己志工也在现场协助引导动线 人们非常友善 因为奖务员出身边的同样 他们知道相互相 所以关系和合作与奖务员和监管理治疗 是在那里 那是好对于Soochee 别于其他疫苗接种中心 近司堂场地不算大 却多了人情味 副卫生总监当天也视察现场情况 为医护人员及民众现场打气 政府原先计划要在2021年 抵达到80%群体免疫 却因疫情反复不定 因此希望加速全国疫苗施打速度 来遏制病毒蔓延 预计在7月份 每日接种疫苗可达20万剂目标 带新闻林兴来蔡德卿 黄桑燕马来西亚报导 提到接种新冠疫苗